有30多个人在做这个水访的事情 这是今天下午的 这些康复后的病人他的恢复情况 而且他也涉及到这些病人的一些身体状况 还有一些他的心理状况 这类的东西我们都要 可能都要关注 我们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数字 有一个真正的绝能 告诉大家 这个影响有多大 会有多少问题 这样就是让这些病人更好地回归到社会 更好地正常地恢复正常的生活 同时也告诉国际社会 告诉我们的医学的同行 这些病人翻脸以后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要告诉大家 这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一个目的 这些病人和我们见到以前的呼吸道的传染病表现完全不一样 你会感到很无助 告诉大家就要大家把这个精神要提起来 静要鼓起来 因为我们是处在这个风暴之眼 我也说了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城市 保护武汉人民 第二个病人不停地在增加 病人不停地在增加 而且重症病人不停地在死亡 他事实就放在你面前 你作为一个院长 作为一个医生 我们不能看见到吗 我们肯定要看见 你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这种警醒是自然就应该有的 我如果没有这种警醒 就是一种实质的一种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后可能会被困住 那我现在能走的时候 能工作的时候 为什么不拼命地去工作一些 所以那天我开车回来的时候 这确实是眼泪夺眶而出 在那里面 智能症慢慢地来坚守 不知道坚守到什么时候 但是也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 会有一支解放军的队伍 上海医疗队的队伍突然降临 完全没有这种信心 你要感动 那是让我们最感动的 是整个社会在恢复的正常 恢复了一个社会应有的常态的时候 你是感到那么兴奋 感到那么幸福 重温这些医生的这种誓词 应该来说是一个重新的学习 也是重新的一个警醒 大家互相提醒 牢记我们的从医的初心和使命 这是我们共同的职责 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 这是我们的职责 我愿意把自己有限的生命 投身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伟大事业之中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